大家好 我是老刘 饱发园名菜馆 百年老店 来了来了 四决菜 点了一个核炒腰花 39块钱 一个溜黄菜 32 外加一个丸子小份 40块钱 大家这菜看了一下了 感觉比这个勺园也没便宜点去 但感觉应该是比勺园能良心一些吧 他这家肘子78一个 然后就来了个肘子 大碗米饭三个钱一碗 小碗两个钱 一大一小 昨晚没睡觉 吃个宵夜 吃完之后宵夜就睡觉去 然后注意 这个腰花炒的是大份的 剩下这俩是小的 但是这个腰花 它的分量不大 虽然是大份 但是也就是一个小份菜 或者半份菜那么大吧 这个溜黄菜的小份就更小了 大概就是跟米饭 差不多比它大一圈 来点这个腰子跟这个肝 你们都跟我说 说他家快盒饭都干不过了 我也不知道真假的 我来试试吧 来口肝 炒的不老 裹的这个糊 还稍微有点那种脆脆的感觉 腰子有点嗓味有点老了 口味点咸 得搬着大鸡扇去 小份的溜丸子 干不错 吃着有点脆脆的甜甜的 说实话 它这个腰子的嗓味稍微有点有点大呀 猪肉丸子 这里丸子不错 但是也不算小 这黄菜这个椎特别的丑 能看出来吗 然后里边有雪下椎 水下椎的上面看见还有这个叫虾线 是吧 有点胡萝卜啥的 黏不住啊 是什么鬼 好丑啊 黏的 是一个 有点像是那个水鸡蛋 然后勾了个芡 鸡蛋汤 烙到底下 剩的那个蛋 勾了个挺浓的芡那种感觉 把这枣头我得给它搂开啊 哎呦我天 搂不动啊大哥 走的太大了 太肥了 等不下来 哎呦我妈 挺累的 说实话 这饭给撕开了 撕开了 吃走的这个鲜刀皮啊 然后再来点这个肉块 就可以了 这半个肘子 说实话不太 不是很好夹的样子 嗯 咸口很重 挺咸的 瘦肉液啊 很紧 不能叫柴 就是紧 就挺紧的 不太好咬 它肘子皮做的也不是很软烂 都是那种咬起来 坤坤坤坤的感觉 就是这个横解面 看一看就能感觉到 它并不是很烂乎的那种感觉 咬起来像是猪头肉似的 然后肘子很咸 对 狗见这个汤太香了 它这个腰子炒有点老了 吃的有点硬 然后 斑炒得不错 主要这腰子有点骚啊 味太浓郁 有点下不了嘴 吃的 完全好吃 肝炒得也不错 我问你这 你说你要花色的话 先吃盘肝 大家给的一些评价 我认为大家给的评价 其实 劝老刘说的话 都是很中肯的吧 可能就是我这头一回来 就是人家稍微早上起来 有点小食物 也很正常的 对吧 但是这一次对我来说的体验就是 一般嘛 能接受是吧 一般一般 这个就不能那啥了 就不能热了 直接就一室吃完多了 听人劝吃饱饭 这个肝炒的其实还是挺好的 带着这些血水还是鸡红蛋白的 刚断生 肝还是可以的 它腰子也是赶着热吃的 怎么能有点骚人呢 一口下去 这家伙冲的不向下 这腰子有点受不了 可能大家喜欢这味 但是他们家人不少 还不到这个12点 这个人就 已经上来了 哇哇上人 再见吧兄弟们 我把这个菜吃完 我忘了这个肘子很咸这个事的 再见兄弟们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啊 把我们说地址 然后呢 说明啊 老刘去给大家探一探 雷我探 我来